今天是旧金山 2021年的8月2号 昨天和前天跟大宝联系 他们学校推迟开学一星期 因为疫情影响吧 他还发了一张照片 是老江那边 一个超市监控所捕捉到的镜头 给每个人编号 大约200多人吧 浓缩成一张大的照片 意思是说 可能有患者到那个超市去购物 在那个时间段 在超市其他的这些顾客 店员都要做筛查 希望人们主动去做筛查 或者大家提供线索 并且大宝昨天说好像 他所在这个城市要封城吗 对吧 看这是树枝树叶啊 这是可讲解的这样的 绿色的这里边 反正 身其自然吧 然后对于他们推迟开学一周 大宝挺高兴啊 然后之前呢 他们这个 班机不是 微信群里边 提示 最开始是如期开学嘛 需要 家长把孩子的这个健康码啊 体温表啥的 发给老师啊 证明孩子是健康的 这是什么 这什么门好像是 然后 但是大宝又说 他在其他学校的 以前那些同学说 他们那个学校是 推迟一星期开学 但是大宝这个学校 当时还没通知 大宝说差不多 应该是 也会 excuse me 也会 大宝说 他们学校 推迟一周开学 我们应该也推迟一周 然后后来果然 他们那个 老师啊 再后来 然后大宝就说 已经确定了 已经定下来了 要推迟一周 我说你们老师 在群里也没说呀 然后他说 老师告诉班长了 然后班长的又告诉他了 我说你是 消息灵通人士啊 后来过了一会儿 那个老师果然在 班级微信群宣布啊 说推迟一周开学 这一周呢 有些 作业需要大家做 后来又说 如果哪个孩子愿意主动 来教室学习 也欢迎啊 那么可以跟 老师私聊啊 申请来学校 学习 但是需要 提交什么 行程码和体温表之类的吧 再后来呢 大宝妈妈就留言啊 说这大宝子呢 联系不上啊 打电话也不接 好像也没学习 让我联系大宝啊 说不啥 让大宝去学校学习吧 上教室 自习吧 我就联系大宝 大宝不想去啊 我说你 看一下这个学校 有多少个学生 去那儿学习了 如果你班 五十个学生 已经有四十八个 四十九个都去了 就你没去 那你就要加小心了 是吧 如果你班 只有几个去的 无所谓 然后大宝打探一下消息 说 班级有七个孩子 去 学校学习了 在教室自习 我说那没事 我说那你就不用去 但是后来 大宝发了一段 微信聊天的录屏 是大宝妈妈 跟大宝的班约老师的 他们老师发的语音 然后就提到了 意思是 老师批评家长 对孩子管得太松 意思是说 现在你对孩子 抓得这么松 以后就后悔 没有这么当家长的 就是说 诸如此类的意思 然后意思就是说 希望孩子能够去 教室自习 并且说 老师一个一个的找学生 再后来又说 他说是妈妈主动找到老师 我说那没办法了 我说你就 自己权衡一下吧 爸爸建议呢 你是不用去 在家学多宿景 另外你是大孩子了 要学会自己管理时间 不能靠外在的约束 去左右你的行为 大宝说 后来大宝发了一段话 是他写好的 打算发给妈妈 再让妈妈发一个老师 意思是 老师你好 我是谁谁的家长 然后孩子这几天 他在家报了网课 并且呢 除了学网课之外呢 还通过微信呢 向他爸爸学英语 意思是学的挺充实的 此外呢 明天呢 孩子就去学校自习 然后随后呢 我把这个行程码呀 启文表啥发给你 问我行不行 然后我就给他改了一下 我用电脑嘛 然后把它复制到 WPS文档里啊 然后改了一下 我改成 我说 某老师你好 就是说加了一个姓氏啊 某老师某某吧 某老师你好 我是谁谁的家长 然后 就是还是 特别感谢你 对孩子这么关心 对吧 然后比我们这些 做家长的强的多了 有远见啊 看得远 考虑的周全啊 比我们这些做家长的 考虑的周全和长远啊 然后呢 我明天就让孩子 去学校学习 以后呢 我们也会 努力督促孩子学习啊 就是表决心吧 首先 对老师表达感谢 敬佩 之后呢 表达决心啊 再次感谢 就这意思 然后大宝说 这一看就是假的 一看就不是妈妈写的 我说 就算是老师看出来 不是妈妈写的 但是 他也挑不着上毛病了 你如果说 像你写的是 孩子上网课 然后又 通过微信 向他爸爸学英语 那老师万一较真儿 上哪个网课呀 然后 你跟爸爸学英语 能不能把这个微信的截图 发给我看看 那不就麻烦了吗 对吧 我说 你就泛泛的 表达一下 对老师的感谢 和钦佩 表达一下决心就很好了 对吧 他就算他看出来很假 不是妈妈写的又能怎么样呢 他也说不出啥了 外交语言嘛 大宝说行 那我就 一会发给妈妈 这边这垃圾 没人清理 我等稍晚的时候 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 发给妈妈 然后让妈妈发给老师 然后并且解释了 他说 如果 现在就转给妈妈 妈妈转给老师呢 没着老师让他当天就去 因为当时是国内的中午吧 他想拖到 下午 拖到下午六点钟之后 再给老师发 看来大宝挺聪明啊 我说行吧 后来大宝又说 留言 打算去学校学半天 不想学一天 学一天太难受了 然后我也看到他们班级群 有其他同学家长留言 说孩子在学校自习 那么可不可以中午在学校食堂吃 学校管理员说不可以 家长也没办法 家离得远嘛 那个家长 看这块是树根 把这个水晶板给拱起来了 然后他抹的这种绿色的 做一个提醒啊 避免大家绊倒 这个是谁扔的这个 旧的这个地毯啊 扔掉了 所以怎么说呢 你看学校它的本意呢 是放假啊 再延长七八天 看一下疫情的形势 对吧 但是 学生那些 但是这个 学校说放假 但是班级又有学生又来学 其实觉得没啥必要 对吧 已经放假了 那么就好好放假待着 对吧 这是我的观点啊 另外现在学习 都是终身学习了 没有必要 把这个劲儿用在这个 是吧 这几年嘛 哇 这个流浪汉症的衣服 这地方应该清理了 但是我的观点呢 跟大宝妈妈的观点 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冲突 大宝妈妈的观点呢 是孩子必须这时候要拼命学 我的观点呢 是学习是一种生活方式 要终身学习啊 这是个邮递园 一个亚裔的邮递园啊 在这送信呢 很苗条啊 后来就大体跟大宝交流那么多啊 后来昨天晚上洗澡啊 凌晨了 凌晨两点多洗澡啊 洗澡的时候 我顺便给房间消毒 拿那个紫光灯 就是那种紫外线 加臭氧那个灯啊 然后回来之后呢 我看了一些微信群 关于疫情啊 关于社会方面的新闻 转给那个国内的家人 微信群 大宝说 你怎么还不睡觉 我说马上睡 有时候洗澡去了 刚才 刚回来房间消毒 开窗子 开门 晾这个 臭氧呢 因为它那个 是用紫外线照射 并且释放出臭氧啊 那么光线能照到的 那么用光线消毒 照不到的用臭氧消毒 所以洗完毒呢 需要把它放出去 后来我就 没有再发 就准备 睡觉了 准备 然后 现在 觉得还行吧 是对 现在这个网络 那个方便的程度 还是 可以的 跟以前 好多年之前 那么 一些华人出国不一样 那个时候真是 生死两茫茫啊 这个是 这什么意思 Home Depot 这个是 Home Depot是 美国的一个 装修材料商 他们是 卖这些装修建材的 这应该是他们的垃圾袋 对吧 Nobody bears beats our price 没有人能够打败我们的价格 保障 意思是说 它的价格最低 这边是他们 扔掉的一些书 应该没有字典吧 但是基本上 对我来说 字典都用不上了 我最近买了好多字典嘛 看一下 这是什么书 现在时间 完全是特别紧 Vanem越南 Liu什么什么 Step King Lamita Insom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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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起来了 是失眠吗 Insomnia 是不是失眠呢 三德斯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自行车放到这 我来看一下 它这个书啊 看一下 有没有那种 工具书之类的 看一眼啊 自行车 靠这个墙 放着 靠好了 可以吧 应该倒不了吧 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书 我对书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尤其是这个字典 Steven Insomnia Insomnia 想不起来了 这什么 历史人物 Anti-rise 什么大米 The 什么什么 看一下啊 Aptitude 什么测试 不知道了 纽纽约 纽约时报 2003 纽约时报 Top10 顶端的10 2000年 不太懂 什么意思啊 Venom越南 大神奇密码 WC code 接口 接口 都是小说什么的 好像 都是小说 走了 我现在字典已经足够了 今天收到好多本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检索类的工具书什么的 就像上次看到的那个医学苏略语啊 这边好舒服这边 这边好舒服 所以就是我对大宝还是很放心吧 然后我也跟大宝说了 我说爸爸最近有点咳嗽啊 他说你是不是感染了 他说你感染的也没办法 我们也帮不了你 他说其实每个人都只能靠自己啊 我说你也是 记得要自己 就是类似于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样啊 那么爸爸不在家 那么 好多时候 好多时候 你是家里的老大啊 大宝二宝 你是大宝 那么你就是 率先锤饭啊 我这么也说他 此前他妈妈说他不怎么吃东西 大宝解释 我也吃了 我也吃不少 我说你自己 看着办吧 包括他妈妈 建议他去学校住宿舍 不是啊 我也跟他说了 大宝说可能在天冷的时候再去吧 嗯 在前四五天 我在拼多多上买了救生衣啊 应该是 那个 拍的这个救生衣啊 小孩的救生衣 我买的真的比较便宜的啊 因为也是 他分两种 一种是充气的 一种泡沫的 我买的是泡沫的 充气的就怕他跑气 或者来不及充气 泡沫的他直接穿上就行 他那个小孩的救生衣是 人民币大约13块钱啊 大人的是 人民币17吗 还是20啊 不知道了 拍下来了 结果没有货 这个放好久我在这 后来店家说 那个没有货 我说你申请退款吧 然后我就在那个订单页面找 但是找不到退款 后来 我查了一下拼多多怎么申请退款啊 然后说是需要进这个 个人中心 进这个官方客服 点我要退款啊 之后呢找到那个订单 那他设计的不太合理啊 他应该在订单界面直接 加一个按钮就好了 很快这个款就退回了 之后我又 去另一家拍 另一家价格就高了 货是一样的 那种 橙黄色的 带着那个夜光条的 带口哨那种的 有一个溜子 有个口号 口哨啊 可以吹 遇到紧性情况 吹口哨可以求救吧 然后另一家呢 好像也是没货了啊 这样的 这样一来呢 我就只能去 其他家拍啊 去其他家拍呢 就更贵了 后来拍到的是 大人的救生仪是 大约是22个钱一个 小孩的大约是 18吗 十几啊 拍了啊 给那个 大宝 大宝妈妈 还有二宝 拍的三件吧 两个大人的 一个小孩的 大宝现在算大人了吧 个子比他妈妈都高了 所以就拍了大人的 这个 救生仪啊 现在应该快到了吧 我也看了 网上 有好多都是预售啊 是 现在不发货 大家好像都在买 救生仪啊 所以好多 店都脱销了 没货了啊 但是我买那个呢 就是 还有货 还能发 直接发 其实在这个之前 我也拍了一个 我没细看 我就 挑价格低低 拍了一个 结果后来一看 他标着预售 还得等 我就又退货了 退款 退款 之后又拍了这个 可以发货的 现在应该到了 行吧 大宝又留言 问我能不能在淘宝买东西啊 说给他们同学买一个 生日礼物啊 大约50多块钱 我说你可以在 拼多多上买吗 我说爸爸这边 淘宝没问题 可以买啊 但是 嗯 淘宝有的 拼多多一般也有啊 而且拼多多相对价格低一点 另外同学过生日 买礼物呢 就是象征性的 也不一定买 多么贵多么好的 后来经过一番 对他的这个 劝说啊 后来大宝是行 他意思是 他也没怎么回复 就 应该是他自己 在拼多多买了吧 他微信也有余额啊 我以前也给他转过啊 应该足够啊 以前我是委托一位 华人朋友啊 每次大宝需要买东西 我都把这个 链接发给那位朋友 他拍 他有中国国内的 网银啊 我这没有 我这需要刷美国的信用卡啊 需要额外付 3% 反正 大宝妈妈 前两天也是 在微信群里 抱怨啊 说这个 孩子总看手机 我在的时候 就在我姑娘抱着手机看 其实那时候 正好大宝给他们同学买身上礼物的时候 后来一生气呢 大宝就回他那头住了 就是在一个 一栋楼不同的这个房间啊 另一个单元的一个房子 然后大宝跟我解释 他说我也没惹妈妈呀 就是 妈妈让我炒菜 好像炒鸡蛋酱是炒什么呀 他妈妈说好像打饭包吃啊 在北方还是 习惯用这个百次叶打饭包啊 我在北方的时候也吃 但现在不敢吃了 现在我不敢吃生的了 现在所有的东西 我都要用水给他 用热水焯一下 但是实际饭包还是挺好吃的 其实啊 不考虑虫卵 不考虑农药啥的 还是挺好吃的 吃习惯了吧 其实啊 南方人一般不敢吃生的 北方人直接生着吃 葱啊 什么的菜生着吃 生着吃其实更合理 老美这边 他们吃的什么蔬菜 沙拉也是生的嘛 对吧 凉拌青菜也是生的嘛 也不是给他煮熟了 但是南方 我们以前一个同事 去湖南培训啊 那边他说 不管啥菜都用水煮一下啊 小白菜用水煮一下 水蛋呱唧的 也没什么滋味 但是他们就吃 还有以前考到云南那边大学 然后在那边读书 就瘦都不行 说吃不饱 那边饮食 反正人还是 受原生地的影响挺大的 这个用纯木头做的 这个栏杆还不错 然后大宝解释 说是咋回事呢 说在那慢慢说 你炒鸡蛋酱 然后大宝就在那炒鸡蛋酱 然后他慢慢说 明天就会来一位阿姨 帮着做家务 不是 别那么说 就说明天就会来一位阿姨 然后一天给他多少钱 这样的 意思说 帮着什么办 照顾家里啊 照顾二宝什么的 然后大宝说 你看我就问他一句 我说那他帮你干活吗 帮你 意思说帮你什么 做饭 取衣服什么的吗 帮你干活吗 然后妈妈就生气 妈妈就说他什么 心眼多 想那多怎么着 想多给那个阿姨开钱 一大堆这个牢骚就过来了 大宝也说 后来妈妈有点 歇斯底里了 后来也说是因为他 就是怨爸爸 就是他可能这种情绪的宣泄呗 其实 他可能 把这个火都 发到大宝身上了 他后来也说出了吧 说他妈妈有点歇斯底里 然后拿骂不打自己啊 然后又说什么 撒手不管了 然后让这孩子们有个好桥 就这意思吧 反正我也能理解吧 我说妈妈他工作很忙 回家又照顾你和二宝 那么肯定很有压力 那么他借着去的钱呢 借着两年多了 然后也要不上来啊 肯定他也是有压力吧 我说 有的时候你就得 怎么说呢 当 慢慢的出气筒啊 有的时候你就得这样想 是吧 你说妈妈在单位 比如说工作有压力 但没有地方去宣泄啊 那么回到家呢 又面对着这两个娃娃 大娃娃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烂事 本来应该爸爸可以处理的 但是爸爸不在家 对他妈妈处理啊 妈妈就处理不来 可能就焦虑啊 我说你就 要懂事 你要 适当的时候 你得允许妈妈 把你当成 出气筒啊 这样 后来大宝也明白了 我这么一说 大宝也懂了 他也挺懂事的 大宝 他可能 在很小的时候 就承担了好多 其他小孩 没有承担过的事情吧 是 包括我跟他妈妈的 这个分分合合 吵吵闹闹 对吧 他一直是旁观者啊 一直陪着啊 这么多年 我也相信 大宝 他的心智 还是相对成熟的早一点吧 像 他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跟他妈妈分开了 然后我带着他 大宝说 踢出来 最后 一刻 踢出来跟我 但实际这个事 让我挺惊讶的 因为当时 我跟他妈妈 我跟他妈妈协议呢 是房子给他妈妈住 我自己一个人走 而且当时 工资卡在他妈妈那 他妈妈把 工资卡还给我的时候 那里边只有几十块钱了 所以说基本上 我就是处于一种 完全没有钱的这个状态 那么 类似于静身出户吧 拿着一个 要回了我的工资卡 但是里边只有几十块钱了 因为 在ATMG取款的时候 只能取100嘛 取100 整额面额的嘛 那个几十取不出来啊 还有70多多少钱 忘了 但是后来 在最后一刻呢 大宝说要跟着爸爸 我有点惊讶 我说那侠吧 爸爸带你走吧 然后 我记得很清楚的 他一个手递给我 我拉着他的小手 他背着书包 然后另一个手 拎着仓鼠笼子 小仓鼠是在捡的 他去一个课外辅导班的时候 回来路上看着一个小老鼠 大宝胆子很大 他直接抓那个老鼠 因为 来救护车了 后边 因为他发现那只老鼠 并不是普通的老鼠 不要打扰 不要打扰 占有者 就是说 如果你要看房子呢 不要过来敲门什么的 是意思不 这个房子在卖 但是呢 这儿的住户呢 不希望 那些潜在的买家 过来 不希望那些潜在的买家 过来 那个直接看房 敲门什么的 好像是 行吧 那就是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命数吧 自己去 试探着 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作为一个 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因为 人到最后都要离开嘛 你所获得的一切呢 到最后你都要放手啊 像 一个很大的 一个企业啊 包括新东方 最近好像 他的股票 暴跌吧 教育股啊 好多时候 当年有多兴盛啊 那么在 落败的时候呢 就有多落魄吧 反正对我来说 是 预先 对自己 有一个定位啊 把自己定的比较低 那么呢 别人可能就 没有机会 再去踩我 因为我自身就把自己 放得比较低了 本身就 站在一个泥坑里啊 那么就 没有给其他人机会 把我推到坑里啊 就是这样 他们 穿这么紧的裤子 不 会舒服吗 我觉得肯定会不舒服啊 那么 血液循环可能都不会好啊 但是为了美嘛 行吧 现在 在我这个位置都能闻到 这个女孩 神神的这个香水味啊 老美 反正就是这样吧 今天没有 踢足球的吧 今天应该没有 对于审美呢 老美这边 她的审美跟咱们 亚洲人 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个好像是个胆子啊 对吧 胆子 也挺有意思啊 是个胆子 不是鸡毛胆子 是那种用那种 叫尼龙布吧 叫什么呀 做的那个胆子 这边就 有人扔的家具啊 这个铁柜还挺不错的 这个铁柜 这种铁的卷柜 看 这种还挺不错的 这种 对吧 但是我已经有好几个了 这种铁皮的柜子 是比较适合 放在屋里的 那么就可以 避免有一些虫子 在上面滋生吧 所以看吧 我就考虑一下 如果屋里的那些 木头柜子有能扔掉的 如果屋里的木头柜子 有能扔掉的 那我就可以考虑 把这个木头柜子 扔掉一个 然后把这个铁皮的这个柜子 放在屋里啊 因为我现在是 特别怕这种寄生虫 那种小的爬虫 它会吸血 它会传播疾病啊 所以要加小心吧 这边 好吧 这道就到这吧 已经有半个小时了吧 时间太长了 就到此为止吧 看我喝点水吗 我今天没带水吧 再见 拜拜 歇会儿 我看我带没带水 好像没带水啊 有半个小时了 再见了 再见了 拜拜